《人民力量》第二節又回來了 在我的左手邊是林毓華 Peter Hange 今天特地請他來跟大家講講大眾電波節目 有這個機會聽聽你的意見和分析 我們由社民年代今年年初組成人民力量 但是過去一段期間特別成立人民力量之後 主流傳媒對我們的抹黑和打壓是無日無之的 特別區議會選舉我們追擊民主黨 我看不到任何一份報紙對我們較合理的對待 所謂的傳統所謂民主派的報紙 打擊我們比打擊民建聯更厲害 你同不同意在追擊過程中 你是為建制參選團隊幫他一把力 我這個當然不認同了 民主黨投共之後 民主黨已經是建制派了 你怎麼可以 這個我不明白 我讀了 為什麼人們仍然覺得民主黨是民主派 你支持一個千二人小圈子選舉的制度 我那天都問陶傑了 他都沒有回答我 是吧 他又好像你這樣說 我們幫他們追擊 但是你民主黨支持一個千二人小圈子選舉 還有你願意和共產黨密室政治 你又願意放棄你自己的基本立場 當年劉千石和馮檢基就被民主派罵到怕街 哦 馮檢基、劉千石 以前做的事情你認為不對 你現在做了你就是英雄 你就可以繼續搖旗立喊 繼續可以招搖撞騙 你這麼資深 你也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似乎你都覺得他們沒錯 我不是說他們沒錯 我意思是 你們如果覺得傳媒或者選 或者公眾對你們的政團 有一個這麼強烈的負面 括弧 負面的看法的時候 但你也覺得負面是一種新力量來的 但是你看到傳媒是永遠沒有聚焦 民主黨投票支持的千二人小圈子選舉 整個傳媒是刻意 特別支持民主派的傳媒是刻意不報導的 是吧 這個 如果你站在民主的立場 我是民主派的報紙 嘩 你一個所謂民主派的政黨 支持一個封建保守 和剝奪選民權利的政改方案 喂 如果你放回 當年你和大班 在這個商台的年代 你們都會開火抹到民主黨趴街 但是第一 整個主流處 你以為大班不贊成這個方案 你有沒有跟他講 他跟老爭的關係 肯定會幫忙 但是如果你站在一個純民主的立場 你撇除個人的關係 大班有時支持某些事情 都是人事關係搭救 大班有時做事的模式 有時老友關係 人事關係 可以凌駕一些原則 是吧 問題就是 你一個的民主派政黨 和你一個支持民主的傳媒 是否可以這麼扭曲 我到今天 我都是很難相信 和很難接受 但這件事真是奇怪 你們的創辦人 玉敏大哥 有哪個傳媒他不熟 有哪個平台他不熟 他是應該老早 是遇見到今天 如果你走那個方向 是會遇到這些情況 看待 如果他說 他沒有想 我覺得出奇 但是 兩件事 你熟悉 有時對某些關係人事熟悉 有時一把刀兩面 是吧 你很可能基於過去一些關係 一些人事網絡的磨擦 一些人事的問題 很可能原本有些保持中立 有些可能兩邊都認為有問題 可能基於某些關係 一面倒 這個踐踏和抹黑 如果你將民主黨 歸下去建制派 或者支持建制派的時候 你去衝擊他 拿他的位 是對的 但是當有些人仍然認同 他是泛民陣營的一個成員的時候 你去幫民建聯去拿位的時候 你一阻止 這是主流傳媒的說法 你現在在說主流傳媒的說法 但是問題就是 主流傳媒這個說法 他們倡導這個說法 其實背後的政治動機 是有抹黑和打壓的成份 是嗎 這個是他們的觀點 但是你們那個整個賊都是 為什麼你不去一些既沒有民主黨 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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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贏不贏到 大家都清楚知道 如果你要贏區議會選舉 我當初是預了全軍進密 那個焦點就好像你這樣說 咦 我們是幫民建聯民建聯B隊 你根本就響應 整個傳媒呢 就被民主黨這個民建聯B隊 是互相呼應的 你看到主流傳媒 和民建聯 民主黨是互相呼應的 在那個大眾傳媒的平台 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的 不是真相是會被報導的 亦都不是真相會令到那個是讀者會認同的 經常都說 perception is reality 大家都覺得是就是了 大家都覺得你這次是民主黨的民建聯B隊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你明知道 跌入這個陷阱 你怎麼脫身 怎麼出來 怎麼論說 但是 奇怪的是 當你們的陣型 有那麼多年輕人有自己的平台 你都不能夠去發動到 我們有什麼平台啊 大哥 我們只有一個網台而已嘛 哇 你一個網台 和全香港的主流傳媒 包括這個電視電台主要報章 喂 董建華下台啊 都是兩份報紙和兩支大炮 堆壞的 是嗎 不同意 我當然不同意 主要當然啦 那幾十萬人上街才重要 幾十萬人上街 因為你是兩支大炮和兩份報紙去吹 同樣一樣 你現在不但兩支大炮 兩份報紙 你現在所有傳媒 一面倒打壓這個人民力量 打壓一個新興的力量 即是說呢 一支大炮就沒有了聲 一支大炮就沒有了平台 所以就 不可以把事情擺平了 絕對一面倒怎麼擺平呢 有什麼擺平呢 有什麼擺平呢 幸好有老蕭 還有就是 有個網台在那裏 就是撐著 如果不是那百分之十的票都沒有啦 是不是 所以 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們已經要明知道 不可為為之 明知 即使是全國也不介意 你要拿回輪圓 加這個民主計算 這個一向都是我們這樣說 但我是說香港的民主傳統 當一個所謂民主新興力量 我們當我們是民主新興力量 我們 即是那個政治動機其實是很純正的 亦都不是爭權 亦都不是拿利益 你看到一班年輕人出來 特別是選民力量的那班年輕人出來 喂 即是他們 我做到那麼多年政治 都未見過那麼純潔的 你不要 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我又失望 你就說呢 因為那個網上的空間 網上的平台 是不夠傳統的 傳媒的力量去較量 我又問你 占領華現在是怎樣開始的呢 占領華現在是怎樣開始的呢 占領華現在是一個問題 占領華現在是一個問題 在網上 兩回事 你在香港搞民主運動也是這樣 選舉結果和選舉的需求 同一個小眾的群眾運動 兩回事來的 譬如我們搞遊行 人民力量每次遊行都最多人 那你會繼續擴散力量嗎 這是一個運動的前景 是 當然網上的力量 我們會繼續借用 會繼續用這個平台去推動 但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大家都清楚知道 沒有主流傳媒 但是群眾是愚蠢的 你要明白這件事 哇 這個很強的 很強的 喂 今年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是 你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好像你這樣 能夠看到這件事 是抽屍剝架的 不是 你在傳媒這麽多年 就是 你怎樣去分析 即現時這個發展 如果你是一個資深的傳媒人 你都很理解整個民主運動 你都看回民主黨 或者香港主流民主派 即是這樣的態度 喂 香港民主的前途在哪呢 還有沒有前途呢 是吧 你很多時一個運動 剛才你說新海革命 孫中山當時都搞中國 即是中國時報 對中國日報 我都不記得 即是透過一份報紙去鼓吹思想 那你現在香港的主流傳媒 對新興或者對一個民主發展方面 即是仍然是這麼守舊 仍然更… 但是不理你 你是不可以太理會別人怎樣想 如果這個對就繼續做 等於當年很多人說他叫他宣大炮 宣大炮不理 繼續去宣揚他相信的民主 繼續去報捐 繼續去策動這些革命行動 任文你倆一定會繼續做 我們一定會繼續做 你的看法就是 你根本不要繼續再對這些主流傳媒有任何期望 即是這一班人 是… 你不需要和他割席 不需要理他 你不需要和他割席 也不要說不理他 但是可能你們不只是給那些記者和編輯 將你們普羅大眾都不接受那些 所謂激進一點的行動去加言加操 那你有沒有方法有令到人認識多些你們的 作為一個有政治理想民主理想的人 他們那些是… 你用什麼方法去滲出去 但是主流傳媒有沒有興趣要認識呢 他們可能完全沒有興趣要認識 他們可能已經定性了 或者在關係上已經定位了 這個是一個要剷除 或者是一個要消滅的敵對派系 舉個例子 在這個民間亂來的案件上 我上東區裁判處 我有一個朋友說 我從來沒有去聽過這個法庭的合訊 我想去做一個旁聽 那我好一下他 完了之後他跟我說 哎呀 為何那個是梁國雄呢 長毛 我完全在報章上 電視上 心機上認識的人 是兩個人來的 他講話很有道理的 很斯文的 很尊重這個法庭的 那我說 就是當這些人 如果沒有機會接觸到梁國雄 那個另一面的時候 他又不認識他 同樣 你們人民力量 有沒有其他的這些事情 是有些場合的 是要令到這些人 認識你們的 聽我們網台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講話很有邏輯 是吧 那要繼續做這件事 主流媒體 如果它對你沒有興趣 它是沒有興趣 你怎樣討好它都沒有用 第一 我們肯定不會討好主流傳媒 但我只是給你一個簡單的分析 就是你主流傳媒有一個基本的 所謂良知有一個責任 所謂支持民主的一些主流傳媒 原則上或者理想上 他們如果那個辦報的老闆 是說我是屬於建制 我要特理這些激進的政治團體 他是覺得他在做他自認為良心對的事 他自然那個觀點 又會透過他 透過社長做編輯到編輯到記者 採訪主任 就是一直流露出來 你是沒有跟他捏的 除非你們有大水喉 你又去做一份跟他捏過 你看到佔領華爾街行動 美國主流傳媒的報章 報導佔領華爾街行動 很多分析和評論 不少是較為中肯 有部份都是有正面的評價 你要了解他的醞釀是怎麼來的 都是在網上的平台開始 在網上的平台開始 對 如果覺得那是一個參考的個案 你們更加要做多些在網上的平台 blog、facebook、網上的電台、網上的視頻節目 要在那裡包圍 今天你要看到的主流媒體的從業員 是很懶惰 是很不掌著的事實 很多時候他們是去網上找財 所以當你是佔領了網上的空間之後 自然他會或多或少 他都會幫你們推廣你們的理念 你覺得我們不要管其他主流傳媒 也沒有什麼需要理會他們 我們繼續回我們的工作 當然原則立場我們一定不會變 但是我們繼續強化你自己的陣地 就是網上的陣地 然後可能有些人在你的陣營裡面 有些人是傳統的媒體 原來都不太抗拒 他又要在那裡 既然有一個友好陣營 有一個平台做為什麼不做 那你是兩邊 如果傳統傳媒對大舊你沒有興趣 或者對你不得好感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旁邊有一個新上來的 原來他們覺得他是一個財進 是一個新的 給他們機會上 我早個星期是和一個很暢銷報紙的 管理層的人吃飯 他特別點出 他們對毛玉敏非常尊重 他說即使不正面報道 也不會踩 這個也是這樣等於朋友來的 是 是這樣的 現在很少 現在很少 現在人們在對面變小餅 所以要在一個微妙的處境上 更加你們要有一個很清晰的理念 以及在跟傳媒或各國不同的溝通平台上 一定不要因為一些負面的論述 或因為一些你們全軍覆沒 於是等於說認同就是無料 你不可以認同這件事 我一定不會 但是你看到主流傳媒的不堪 所謂民主派報紙的不堪就是 好像我們見財爺要求派那八千元 有一份很大的主流傳媒 是完全不報導的 是吧 就是很多細報紙 連左派報紙都報導 是吧 但是一份最大的主流報紙 完全不報導我們見財爺要派八千元這回事 是吧 如果傳統的傳媒 銷量很大的傳媒不報導 是否等於沒有機會把這個訊息發放出來呢 這個我們要想 我們最近都在想各種方法 譬如我們會做群眾運動 譬如政府有一些街頭的橫額位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都在考慮 會不會我們都利用這些橫額位 因為我們過去就較為傳統一些 如果只是出了匯見市民 那樣板一掛就可能掛六個月 是吧 以後我們可能想一下 咦 這個位置 可能我們如果掛一個月 可能有三萬人看到 有很多新一代 他們對電腦對社交媒體 是有一定的掌握 還有一件事很簡單 就算特首會查給你 你就去他的Facebook留言 你去政府 即是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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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些很現成的平台 你去當然要討論 即是做一些突擊隊 是啊 一定要玩這個遊戲 即是要多元化 因為我們現在很可能已經習慣了 還有很多我們的支持者 都可能很滿足在 只是停留在人網 或者在人網的討論區 即是那裏發揮他的意見 你的意見就是 要多元化 多元化 是多些爭取有好人 由他們去推薦 那是最好的 怎樣有好人去推薦呢 所以多些有不同的意見發表 有時候你要找些 初初可能自己去發行 然後在整個社交平台上 最重要的是 有些人認同你們 對呀 六千元不夠 應該比較八千元 那他會跟你去 去推 去推 去頂才是最好的 就不是你說去買一個全版那個 是沒有意思的 今天是用這樣的方式 才能夠令到整個民意逆轉 即是透過個別人次 未必有系統組織 你想想想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用某某些東西 買個手機 是用個手錶 我們是很相信是朋友的推薦 嗯 舉個例子 我不一定認同陳雲的理論 但他寫過系列中文書很喜歡 每一次當特首有說錯話的時候 唐當說錯話的時候 我就去他的Facebook說話 哇 在那裏貼的時候 都很會討論 在我自己錄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你要誤出的道理 就是去別人的平台上 無論他是支持你 即是人民力量 林興的意見 就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就要將人民力量的履歷 人民力量的發展 是 要多些散發 散發出來 散發出來 是 散發出來 然後要白發 白發齊 如果力量散發到很強大的時候 你主流傳媒 不關注都不夠了 他拿過Mask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不做 不報道 譬如散發到差不多 說七八成香港人都支持8千元 我怎樣 即是你這個主流傳媒報紙 怎可以不支持 或者不報道8千元 許家庭情當無盜不理 完全無報道 所以新的政治發展 其實在香港的情況下 其實你看到有一點像百多年前的中國 或者香港 李宣忠先生推動這個生涯革命 所有主流都不理會他 那要慢慢來試一下 當然由地下做 我們又不用地下 我們要開宗明 其次才來 我們未被定性為一個革命黨 未被定性為一個反中亂港 但未被定為一個非法組織 你不知下一首特首 23條一定是針對我們的 你現在開始網上下三條 開始定這個範圍 都開始打擊很多創作各方面 你從事傳媒這麼多年了 你怎麼看人民力量 特別是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 這些情況 我一定不會同意特首接受信報訪問 我一樣說 他有姿態高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很有學識的年輕人 他們覺得我不是只有 要有車仔 老婆、兒子、兒女 然後有享受 而這些人是願意 拿一個小正常人工 減少一大半 都願意堅持工作 能夠盛出時間去參加這些 社會公益活動 都是好事 問題是 如何將這些凝聚的 或者這些凝聚的看法 不要讓那些中立 沒有很強烈的人 覺得你們是想搞亂社會的連續 這樣 會有更多的人 會覺得 這幫人真的很有理想 最多是為了我們的下代 下一代走一條新的路 因為最糟糕就是 當你們那幫現在的擁護者 都是用一些以前 不創新的方法 而那些新方法 又不知為何 可能被傳統的傳媒抹黑了 這些叫激進 這些破壞秩序 所以你要扭回證據 這些只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我們解釋了很多 如果聽網台的朋友 基本上不會覺得我們是激進 你不停要做的 你這個主流傳媒 是永遠沒有機會 給我們表達這個訊息 經常說我們破壞 扔東西 我們扔過幾次東西 是嗎 毓民扔過一次招 我扔過一次陰獅子 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主流傳媒 明顯是一個政治的議題 就是要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它是要將我們消滅 不給機會我們發展 他們自己本身有個既定的目標和立場 究竟人民力量 正如剛才 林多華兄所說 我們怎麼可以在這個狹窄的空間裡 有機會不被消滅 而透過人與人的接觸 透過網上和其他接觸 怎麼可以突圍而出 除了傳統媒體 有時候突然給你一些空間 但原來是幫倒網的時候 你便要透過自己能夠控制到的平台 或者借到一些社交平台 然後更重要的是 你也看到其他建制的政黨 為何能夠在區議會裡拿這麼多票呢 就是地區工作 那就是人與人的接觸 最重要的是 究竟街坊或者選民 他見到大舊 他見到憶民 究竟是怎樣為他們服務 或者你們對民主的理念是怎樣 是那個單對單 是很重要的 由他去認同你 他去說就好過你自己說十年 永遠都是 因為我們相信朋友說 地區上永遠都是透過地區的網絡 去發揮的英文靈 好過你派一千張單張 是吧 今天很感謝林毓華卿 跟我們分析了這麼多的問題 亦給了一些 急具體的建議 即人民力量 在大眾傳媒打壓情況下 有些什麼空間可以發展呢 大家聽聽他的意見 大家齊齊在各方面推動 入侵也好 在其他平台發展發揮也好 即使人民力量真真正正 可以是人民力量遍地開花 衷心感激 謝謝 OK 拜拜